人只有在神话语的十七经历中 才能得到真理生命的公义 才能明白什么是正常人心 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 什么是真正的手造之物 什么是对神真实的顺服 明白该如何体贴身 尽到手造之物的本分 如何具备真正人的样式 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心 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 明白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谁 明白主宰万物的那一位 以什么样的方式 主宰带领供应万物 明白了解主宰万物的那一位 一身模仿是存在鲜鲜做共 如果人离开了对神话语的 真是经历与体验 就没有对神话语对真理得 真是人事与领悟 这样的人就是地道的行事奏 就是地道的行事奏 就是地道的行事奏 与造无助有关的一切人事 与他无关无分 在神的眼中这样的人 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神 也从来就没有跟随过神 也从来就没有跟随过神 所以神既不承认他是神的信徒 也不承认他是神的跟随者 更不承认他是真正的手造之物 不承认他是真正的手造之物